這種大樓就是管中民位於南昌路二段的住處 那麼除了16號被媒體拍到出現在電梯口之外 身影多日的管中民一直都沒有出面回應 看到媒體記者就匆匆快閃跑進大樓 卡管案持續延燒 潘文中還因此下台 預計19號上任的吳茂坤 外界也擔心他是否能扮演好校長角色 因為除了台大校長林選案 還有108年的新課綱議題 明年就要上路的新課綱 至今都還沒有送進課審會 要如期在明年上路 時間非常的緊迫 外界質疑吳茂坤恐怕不夠了解國民教育的議題 去處理爭議最大的社會科領域 2004年太陽花學運時任東華校長的吳茂坤 不僅曾經公開力挺 還主張一邊一國 讓全校總擔心課綱上會有政治偏向的問題 不過這一次吳茂坤接任教長也有人說 因為他曾經在大陸兼職的背景 可能會成為卡管解套 教育部的一個新的說法是說 他只是去做所謂的短期的講座 跟管宗民的兼職不一樣 所以其實已經在做一個切割的處理了 游淑慧臉書上PO出吳茂坤在2016年擔任中國科學院 合作顧問的照片質疑恐怕比在一般大學兼職講課 官方色彩更濃 但卻能順利接任教長一職 也讓人質疑教育部長派任標準還是政治凌駕了一切 記者陳玄白 許上方 台北報導 記者陳玄白 許上方 می同學